看勇斯奇要特别留意 看完之后 一句话 这里头最好的一句话 值得我们修习的 第一句话就是这句 好好念佛 成佛是真的 其他真的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凡所有象 皆是学 金刚尼尔说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薄若经常说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一定要知道 假的不可得 真的也不可得 为什么 真的里面 没有象 没有物质现象 这将自信 自信清净 没有象 自信不生不灭 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就是没有念头 也没有自然现象 谁不可得 自信 能信万法 毁门大师 说得最清楚 何其自信 能信万法 整个宇宙从哪来的 众生念头神 被现在念力修家 量子力修家 发现 现在这一些年轻 科学家 都在研究念力 那所有一些现象 全是从念力 变现出来的 念力 实际上 变现出来的 能生 能献 是自信 那华严经 还说得清楚 这整个宇宙 唯心所现 心 就是信心 就是自信 那是自信 所生 所现 但是 千变万化 这是念头 这就是心相思 那所以 为什么有 设法界 疑症 状严 今天科学里的想 为什么有 不同维持的空间 不同维持空间 从哪来的 从念头来的 就念力来的 那如果我们 把念力终止了 念头断掉了 就成佛了 念头什么 在佛法里 叫无明烦恼 根本烦恼 用在哪些地方呢 真快用 在日常生活当中 见思 严见思 看得清清楚 不放在行上 这就是佛 我们凡佛 言见 马上就放在行上 就其分别 就其之处 佛跟我们什么差别呢 佛见色 不放在行上 佛文身 不放在行上 佛的六根 在六尘境界里头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就成佛了 对于 变法界 虚空界 万事万物 没有一样 不明了 一切法的真相 是什么呢 波罗经上 这句话说的好 一切法 无所有 比尽空 不可等 第十二个词 说尽了 那么佛教人 没有别的 无非是叫他 放下而已 放下 那他自然就看破了 看破什么 对一切法的真相 完全通达明了 那佛教人 人知者有 佛给他讲空 为什么 目的是把他 那个知者有 打掉 他要知者空 那佛就给他说有 谭经上说的好 佛教化 教化中 三十六对 佛总是给你 教反面 你说反面 佛就说正面 目的是叫你 明了 你什么都不要想 什么都清楚 就对了 你给人家说法 也像佛一样 总是把人家这个 谜 打破 这就是真正佛法 叫你什么 回归到 清净心 佛教学的目的 大道路 这帮助你 会有清净心 清净心 是真心 会能大事 见到真心 第一句话说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第二句话说 本不生灭 不生不灭 是真的 有生有灭 是假的 那我们现在 佛教家帮助我们 我们对弥勒菩萨 所说的这个动 这个波动现象 就是无名烦恼 没有概念 几十年 没法子体会 总是把他 想错了 真相 不能说空 也不能说有 你说的有 他又无所有 你说他没有 他能生万法 那生万法 不能说有 不生万法 不能说空 所以说真空 不空 患有 非有 那非空 非有 也是错误 佛用这些手段 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不执着 难啊 太难了 了解而不执着 那是平等境界 我们看到海鲜老人 一生 生活非常艰苦啊 真的苦吗 凡夫是真苦 他怎么样 他开悟了 开悟了 一切发平等的 他一点苦也没有 凡夫着相 你看他 一百一百十二岁 那些居士们 欢欢喜喜 给他办了一座素席 庆祝了生日 他老人家的表情 很不好看 很不好看 大概那个照片 是稀有的照片 为什么 老人从来没有 拿这副面孔对人的 这个对人就说 非常不高兴 你们做错了 所以 还是吃一碗 芝麻叶米 今天我下楼 看到芝麻叶 芝麻叶片 我们也吃了一次 前几天 芝麻叶很粗 在我想不太容易消化 那么老和尚吃这个东西 证明老和尚的肠胃很好 那才能消化得了啊 老和尚一举一动 都是在教人啊 教人要借借呢 教人要吃苦啊 吃苦怎么 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 一心一意想到 基罗事在去 这世界里还有好吃的 还有好玩的 舍不得走啊 都是在度众生啊 那么这个芝麻叶 他吃下去 到他口里就变了 就变成美味了 他虽然美也不告诉你 因为你吃 跟他吃 感受不一样 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 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 什么东西到嘴里面 都变成体肤 都变成最好的味道 最美的味道 他身心健康 不生病啊 一百一十二岁 还上树 体力 跟年轻人一样 不输给年轻人 那种粗重的户 现在住在城市里面的人 都没有这个体力做 他能做 这个我们做 种种实现 阿 妮 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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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